花蓮县政府为了祈求释放众神 诸佛菩萨彼佑花蓮县全境 封条与顺百业兴旺 县政府举办了全县寺庙参拜活动 7号开始1年5天 由县长徐政卫率领着副县长严新章 秘书长饶中还有各局处首长 还有地方贤达 到花蓮县有71处的寺院宫庙来参拜祈福 花蓮县政府为了祈求释放众神 诸佛菩萨护佑花蓮县全境 风调雨顺 无复迷风 百业兴旺 并且助导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疫情尽快结束 花蓮县政府举办全县寺庙参拜活动 3月7号下午开始连续5天 由县长徐政卫 副县长严新章 秘书长劳中以及各局处首长 以及地方贤达 前往花蓮县71处寺庙宫庙参拜祈福 县长徐政卫一行人寻古礼参香祈福 预夕献清香 鲜花树果拆绵 并且以三贵十二叩首 虔诚礼拜 答谢四方众神 祝福菩萨的护佑 并且祈求继续护佑花蓮 同时也邀请县议员 各县正式首长 名代表春严一长 地方显达前往贡乡圣局 我先请接我 先接近我 欢迎来到府民正出彼老师 这次全县寺庙参拜祈福活动第一天 3月7号下午 则是前往修林乡 清晨乡 第二天3月8号 下午则是前往丰林镇 朔丰乡 第三天3月9号 前往花蓮市 第四天3月10号 上午陆续前往光复乡 瑞瑞乡 玉礼镇以及复礼乡 第五天最后一天 3月31号 上午则是前往吉安乡各寺庙 宫庙参拜 约继参拜先进的七四一间寺庙 以及宫庙 祈求众神固于花莲 欢迎政府表示 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 请参与活动的新众 原来没量体温 喷酒精以及被他口罩 做好各项防疫措施 记得Join休想不了